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追根溯源探产地 欢迎来到今天的谁之盘中餐 我们每天面对的食材 您真的了解它吗 今天我们要溯源的是什么呢 河美乡村品丰收 今天咱们一起来当吃瓜群众 主角就是他 冰淇淋瓜 刚才听到这个名 我也觉得纳闷 你说冰淇淋就是冰淇淋 瓜就是瓜 这俩咋还给搁到一块去了呢 同事提醒我说 这瓜不能切着吃 要用勺吃 你说平时用这勺挖西瓜 我倒是经常这么干 这蜜瓜乔挺硬的 能拔得动吗 试试 挺软的 这吃到嘴里 真像冰淇淋一样 又甜又软 抿一下好像都化开了 这瓜为什么是这样的口感 这到底是什么瓜呢 咱们现在就跟随探寻小分队 去他的产地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明明白白去吃瓜 呼和浩特 内蒙古自治区首府 来自自治区辽阔土地上的千百种食材 在这里被做成了各种美食 小麦的丰收在这里被做成了香喷喷的被子 太香了 看在这里被子还可以加一切想吃的菜 对吧 对 牧民们的大丰收 把羊肉做成了皮儿薄馅大的羊肉烧麦 我尝一尝 看着满满的汤汁 而且个头特别大 一口根本吃不下 在这里还能看到奶的百种吃法 奶皮子 奶卷 奶豆腐 看这个是奶皮卷 尝一下 奶香浓郁 口感特别特别的绵密 一口咬下去真是太满足了 在小吃街尝过了丰收 带给我们的各式美味 我们来到市场 寻找独具口感的冰淇淋米瓜 不过现在市场上的瓜种类繁多 让人调花了眼 黄的 白的 有纹路的 光滑的 椭圆形和圆形的 它们到底有啥区别 究竟哪一个才是冰淇淋瓜呢 您好 大哥 您这边卖的都是蜜瓜是吗 对 全部是蜜瓜 这么多种啊 对 目前有七八种这个 还没有摆出来完的 这都是什么品种啊 这是 新疆的 黄河蜜瓜 那这个也是海蜜瓜是吗 对 这个也是一种绿皮的 海蜜瓜 哇 你看这个蜜瓜这么大 这是什么瓜呀 这是那个甘肃的黄河蜜瓜这个 黄河蜜瓜 看这个比我脑袋还大呢 看这边 这个瓜叫什么 这是奶香蜜 奶香蜜 白皮的 对 这还有黄皮的 这是金五毛这个 这是内蒙的黄河蜜瓜 这是冰淇淋骨瓜的 诺田 终于找到了 拥有冰淇淋口感的蜜瓜 原来它在市场上 有另一个更通用的名字 网文蜜瓜 不过 旁边的哈蜜瓜 瓜皮上也是布满了网文啊 这俩瓜的口感会有啥大区别呢 尝一下这个黄河瓜 我们来尝一下 哇 哇 好甜啊 糯 而且是 糯香甜 软的那种 真正熟度 用勺子咬着吃的 用勺子挖着吃的这种 那个哈蜜瓜吃起来不一样吗 对 它是脆口 好甜哦 那个能试吃吗 可以 尝尝这个一些瓜 有什么区别 你看完整的我就不吃了嘛 你这都摆出来了 对 摆出来都给客人试吃的嘛 啊 这个是脆甜的 是吧 这个好脆啊 对 所以说不一样的口感 都有网文 但一个口感清脆 一个软糯 网文蜜瓜 为啥会形成入口即化的冰淇淋口感 眼下正是大量收获的季节 我们根据蜜瓜批发商给的地址 前往呼和浩特市 赛法区赛阴不浪村 去探寻这场甜蜜的丰收 蜜瓜丰收盲 巧流瓜饼有玄机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赛阴不浪村 看到吗 后面写着赛阴不浪欢迎您 这个名字听起来是不是很特别啊 我在这个村口发现了村子的一个简介啊 通过村口的简介我们知道 赛阴不浪原来是个蒙古语名 意思是好泉水 但以前这里还因为水质不好 烟茧含量较高 被称为毛不浪 当年的赛阴不浪 草荒地面积大于耕地面积 可是如今村里很少能看到荒沙裸露 满眼看到的都是整齐的大棚和庄稼 曾经贫瘠的草荒地 究竟是怎么变成如今的模样 这里为何长出了像冰淇淋一样口感的蜜瓜呢 看这村里的墙上画的不就是蜜瓜吗 不过这个瓜田到底在哪呢 前面有村民啊 我问一下 您好 大爷的妈 您好 您好 我们过来找那个种蜜瓜的 在那边 在哪 在东面 在东面 往前走是吗 对 现在蜜瓜在丰收是吧 对 丰收了 丰收 我们现在过去能看它丰收吗 整天就晚了 明天早上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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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点摘瓜 四点摘瓜 这瓜好吃不 好吃 过来一看就好了 甜的是吗 这儿这个瓜种的 肯定长得可不来了 家家无故种的 种了瓜 咱们这边生活也好了 有钱了 赖地变成好地了 赖地变成好地了 那是吧 通过村民的聊聊几句 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 种植网文蜜瓜 给这个村子带来的巨大变化 赖地变好地 时间大丰收的背后 到底有什么秘密 我们按照村民说的时间 第二天一早 来到了种植基地 我怎么在这儿一个人都没有看到呢 这就是瓜地呀 人过来了 哇 您好 阿姨 我终于看到有人过来了 我在这儿四点就开始在这儿等 不是说今天摘瓜吗 切几天没了 我们就采着走 这几天就想 采着走就有漏水 现在有露水了 有漏水 不能走 不能走 切点瓜 不行 不能大煲 太湿了不行 是吗 原来之前为了赶时间发货 工人们都是凌晨四点就开始采摘 但历秋后 昼夜温差变大 清晨的瓜上会被露水覆盖 而沾了水的瓜 如果被装进箱子里 会加快腐烂 所以 现在要从六点以后开始采摘 而今天喜活丰收的 是村民师大姐家的瓜地 这一片地都是您家的 您家有种了多少 种了二十一亩 二十一亩 包的地 包娘的地 怎么样 那个收成好吗 还行 今年收多少 今年比去年厚的 今年能收多少 估计七八 七八万 当时七八万 也挺多 反正也吃虎 不这个瓜苗子 都接下来不刮 接到 不刮接下来 再不刮就拿走了 拿走就在高车间里头就没了 这个藤都不流了 不流了 没有了 这就是苗年开始再种 这一年就 一年就能种一次 一年就种一次 现在这个瓜种了多长时间了 种了 五月十五号下的苗子 差不多三个多月 一百天就收了 是吧 一百天就能收了 一百天就能收 哦 贴一了它就不做了 那我也帮您一块摘一下吧 好 行 你让这些大姐交给您 大姐那您教教我怎么剪呀 先剪哪 你要再摘脚 哦 剪它是吗 我要再摘一锅脚下来 剪下来 再摘脚再摘一脚 这是老子 就成功了 就成功了 就剪下来了 然后呢 这边 然后呢 这边 找到这儿搅开 哦 剪下来 再给您找到这儿拔起来 拔起来还得 先剪瓜再把这个桶给拔掉 哎呦 这上面还挺多刺呢 哦 这两刀剪下来 我也剪一下 试试 先剪这个 先剪这儿 哦 给它剪下来 然后再剪 搅点 搅点 长一点 哎 再不再 就要不要也好 哦 把这下面这些不要的 杆子都剪掉 哦 这样了 就留下了一个这个 两根吧 是吧 这两根块就把我剪下来 啊 这就看上去好看了 这样 就要是把这个看 哎呦 这个瓜还得小心一点 不能让它掉了是吧 摔坏了也不好了 还要剪一下 把这儿剪了 嗯 哎呀 做这个 刮柄这样 这样就好看了 那这个藤上没有瓜了 就把这儿剪掉是吧 这儿就了 哇 你们这每天要剪多少时间呀 哎呀 12点 6点 早上6点 剪到中午12点 哦 所以这个必须得是 我们一个一个瓜剪下来 哎 哇 这好热呀 这里嘛 这个棚里现在40度吧 看我头上大汗了吗 你看 顺着老门往下流了 啊 你们要在这儿待好几个小时呢 要 热得不行 热得不行 嗯 哎 辛苦啊 嗯 没想到这个瓜现在全都是 我们这产地的大哥大姐们 一个一个剪下来的 接下来 你要再拿回那个 拿到一个吃饭的 嗯 再包装 然后才能卖到市场上 给我们消费者 燜热的瓜棚里 菜摘工人们将瓜一一摘下 再一颗颗的搬到拖拉机上 整个村今年将收获 2100亩左右的网纹米瓜 瓜农们要从8月中旬 一直采收到9月底 他们在库熟里坚持劳作 用自己的汗水换来香甜的丰收 而在这场高温里进行的收获 考验的不只是体力 还有格外的细心 在参与采摘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每颗瓜都被十分小心地 保留了丁字形的瓜饼 这特地修剪出来的瓜饼 留着到底是干啥的 另一边的包装车间里 刚采摘回来的网纹米瓜 被放在一个大轮盘上 而旁边的一块显示屏 还不停地显示着不同的数字 这是一条封闭式自动选瓜传送带 我们提前在电脑上 设置好以金秤为标准的分级 然后通过这台秤进行称重 进入电脑以后进行记录 走到以后的每一个分瓜台 只是能亮起包瓜工人 就开始拿自己的规格进行包装 有了精准的自动称重机器 密瓜的分选效率大大提高 不同规格的瓜 被装进了不同的包装里 在这里 不止瓜的重量要称的精准 瓜的甜度也要被时刻检查 参与密瓜品控多年的夏打哥 一直随身携带着糖度检测仪 时刻准备对这些瓜进行抽样检测 糖度如果达不到15 就会被判定为刺激瓜 这些糖度在15以上的瓜 究竟有多甜呢 我们现场试吃了一块 却并没有期盼中的冰淇淋口感 这到底是为啥呢 难道这里的蜜瓜 不是冰淇淋瓜 就在我们对瓜的口感感到疑惑时 却意外 在打包的蜜瓜上面 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标签 夏大哥 我看我们的所有瓜上面 都非常贴心的有一个小提示 对 瓜饼干枯 瓜体发软 冷藏少瓦 食用最佳 这就是吃饭是吗 对对对 我们怎么看这个瓜熟了 怎么去辨别 这个瓜是不是彻底熟了 比如说这个瓜饼 采摘的时候是比较新鲜的 很绿 对对对 水分还比较多 对对 还能挤出水 您像我们刚采摘的这个瓜 实际上呢 我们大约是采的八分熟 但是呢 通过包装 运输 以及这个门店的销售 到老百姓手里边呢 应该是到四到五天以后 这个时候呢 瓜饼就会完全干枯 干枯是什么样啊 您看 这两个瓜呢 对比呢 这个瓜是今天刚采摘的 这个瓜呢 大约是五天以前的 这个瓜饼已经完全干枯了 证明整个瓜体 已经彻底成熟了 第二个检测办法呢 是看瓜的底部 已经开始微微发软了 这个时候呢 就是它的糖度 风味 口感 最佳的时候 等到瓜 彻底熟了以后 咱们通过冷藏 用勺瓦的吃 能够体现出一种冰淇淋的感觉 所以又号称为冰淇淋蜜瓜 所以我们这个冰淇淋蜜瓜 就是要吃到全熟的 对 然后冷藏 冷藏以后用勺瓦的吃 用勺瓦的吃 对对对 原来采摘时被特地留下来的瓜饼 是为了帮助大家 在购买这种特殊品种的 网纹蜜瓜后 能够更直观地判断 它是否达到了最佳食用时间 蜜瓜属于厚熟型水果 常温下可以储存10到15天 冰箱冷藏 可以存访一个月 所以看到瓜饼还新鲜的时候 先别着急吃 等到瓜饼变干 表示蜜瓜已经完全成熟后 就可以完美体验这份 独特的冰淇淋口感了 不过 从事网闻蜜瓜销售多年的夏大哥 告诉我们 这些瓜虽然成熟后 口感都会变得绵软 但吃起来的甜度和风味 还会略有不同 而判断它是否香甜的秘密 就在这些网纹上 网粗而有规则 这种相对来说 风味口感和糖度都比较好 比较规则 我给你比较一下 好 你看 这粒瓜的网纹它非常碎 太碎了不行 对也不好 而且整个果形是椭圆形的 就不如圆形的好 对 还有呢 你甚至像这个底色成墨绿色 同时网细而稀疏 这个它的糖度口感也要差一些 原来 网纹不只是蜜瓜的外衣 还是它香甜程度的显示器 要挑到甜度高 风味好的蜜瓜 一定认准粗而有规律的网纹 和绿中发白的底色 在这里 没有长出标准网纹的蜜瓜 全部被挑选出来 称为刺激瓜 正因为严控品质 来自赛阴不浪村的网纹蜜瓜 在市场上备受欢迎 可是 这里到底经过了怎样的变化 才让赖地变好地 让甜香软糯的蜜瓜 在这里大丰收呢 因为我们这儿的地呢 它是透气 透气好 病虫害少 因为我们一年种一季 后来通过我们 回来我们改良土壤 又建设了设施 设施这些大棚以后呢 我们彻底就把这个地方 土地改过来了 它是盐碱和沙化不均匀分布 然后我们就是通过这种 就是深耕 让它就是说土地 沙化和盐碱去 就是平均分一下 盐碱可能会稍微降低一点 同时是用微生物菌剂 通过微生物菌剂的活动 来降低土壤的盐分 这样那个 它的盐分降低之后 就适合蜜瓜生长了 通过科学的土壤改良手段 改变了过去盐碱化 沙化的土地形态 放大了当地 沙地透气性好 病虫害少 以及昼夜温差大等 利于蜜瓜生长的优势 季东风和乡亲们种的网门蜜瓜 不仅实现了像冰淇淋一样的口感 更成了全村致富的金疙瘩 不只是蜜瓜 村里的高粱 玉米 油麦等粮食作物 也告别了过去单纯烤天吃饭的困境 掌湿袭人 为了庆祝今年的大丰收 季家的女眷们也早早就开始准备丰盛的晚餐 油麦磨成面粉 变成油面 是当地人日常离不开的主食之一 更是在瓜田里辛苦一天的人们 在消耗大量体力后最实在的慰藉 开水和面 不停搅拌成面絮 揉成面团 灵巧的主妇们将用这团油面 变换出不同的模样 同时开启不一样的口感 油面团擀成一张不薄不厚的面皮 在上面擦上土豆丝铺平 两边想用中间对折 切成相同大小的方块后 再卷起来 这就是油面蹲蹲 而接下来 两代人的油面制作走向了不同的方式 年轻人使用工具 押出油面盒了 而老一辈则更习惯用双手制造美味 油面鱼鱼 一手同时搓三根 面团在手掌下 变成了细长的面条 看起来简单 但我们自己尝试后才发现 这还真是个绝活 就这样 用这个手掌 用这个手掌 用这边是吧 对 这边 哎呀 断了 忘奇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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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怎么回事搓成了一条呀 他上一辈的妈妈爸爸 开始做的时候 他就跟着学上 哎呀 对了 特定也都学上了 哦 学上特定是 那时候年龄要小一些 他就开始已经做上这个 就已经开始做了 那我要想学会这个得练好多年了 差不多了 得练十几年呀 这个功夫 打捏恰好的力道 是季妈妈用几十年练出的肌肉技 虽然手搓出来的鱼鱼 和机器压出来的和乐 看起来十分相似 但入口的筋道程度 却有极大的区别 上锅蒸油面的同时 与其搭配的两种汤也开始制作 一个是由土豆 豆腐等配菜 做成的经典热汤 另一个则是由黄瓜萝卜 加调味做的凉汤 清清爽爽化解白天的暑气 与蒸好的油面拌在一起 就是当地人最家常的主食 而今晚的压重美食 炸糕 则是为了蜜瓜的丰收 而特地准备的 今天分搜了 收瓜节 就是 庆祝分搜 包个什么馅儿啊 豆沙馅 还要给它包成饺子这种 对啊 平时都是过年包 就是过年过世间的汤子 尼诺的黄米 包裹上甜甜的红豆沙 豆子的香甜与黄米香完美融合 下油锅炸到金黄 鼓起大泡 外壳酥脆 内里又甜又糯 院子里 羊肉伴随着火星跳跃 在高温的作用下 迸发出浓烈的香气 丰收的晚餐准备就绪 辛苦了一天的人们 终于可以和家人一起 尽情享受美食 享受香甜的蜜瓜 共同为今年的好收成 举杯欢庆 包装了 从毛不浪到赛阴不浪 不光是蜜瓜口感发生了变化 最重要的是 村子里的赖地变成了好地 盐碱地成了聚宝盆 村民们利用科学技术 改良了土壤 让过去的沙地焕发新生 用蜜瓜带动了一方致富 荒地终成希望田 在中国农民丰收节 即将到来之际 祝我们赛阴不浪村 和和美美 农民的日子像蜜瓜一样 越过越甜蜜 感谢收看今天的 《谁知盘中餐》 更多精彩内容 下期见